在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其实口罩变成一个基本的需求 但是因为口罩的发放有限 所以其实大家都需要排队 我想大家对于去年在排队的现象 其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然后根据在去年 其实有做统计的数据 有发现在51天之内 有26万份的口罩 是在单一个地区 其实大概超过一天以上的 所以在从这个现象 我们就发觉其实提供适当的数据 给决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 后来就发现当初的口罩地图 其实是有一点缺失 所以基本上这个计划 主要的目的就是提供适当的资讯 让主管机关他在做口罩发放的时候 有精确的资料 可以让需求者可以及时的拿到口罩 所以这里也就是在行销里面 提到的精准行销 大数据跟AI人工智慧 那重要的目的是 其实可以提供决策者 可以利用这些技术 然后对于关键物资提供精准的 关键物资的发放 然后在现在 其实大家可能碰到的问题 就是关于疫苗的发放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同样的技术 让主管机关 让其他各国的政府 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技术 去做到所谓的精准行销